做一件事,只要用心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,对于倪平深刻的印象,一定是她在春暗山庭的主持风格,她是实力演员主演过多部电影电视或过惊喜, 华表最佳女主角,想当当的影后八卦一些的,还知道曾和陈凯歌相恋多年现在的倪平,还有一的身份,画家不是名人的附庸风雅,倪平真的用心在画她的作品, 许多业内人士认可甚至曾拍出150万的高价早在20多年前著名画家,看过倪平画的画后,认真的说她可以靠画画吃,算四五岁时倪平就会用树枝, 在姥姥家院子里画小鸟,大公鸡中学时候临摹工农跟校响,和宣传画,但直到52岁那年姥姥语录的出版, 她才真正开始画画画了书中的20多幅插图,许多人赞受到古古的倪平,每天画画演戏的时候她能一天不说话,揣摩人物主持的时候独特的风格, 一代人的经典画画的时候,她付出更多,她能在里面一呆一天无数次的涂抹,一年下来,能画出一千多幅就这样你, 狮子通了她画这记忆中的一切温暖,她说,自己是无知者无畏,从来不惧怕技巧也从未, 被技巧打动过她只是把自己对生命的欢喜,对喜悦的期盼,以及对生活的赞美, 画出来2011年她的国画院和仙境,分别被拍出118万元,150万元的高价, 当的这结果的时候,倪平自己都不相信连说不,局我想抹都抹不掉,看过太多大家的画和珍品, 我的画不值钱,后来她还专门带了一大卷,画给买家免费挑卖萝卜,搭白菜她说,自己的画不值钱多凑几幅, 虽说是在做慈善,也不能让人什么都没有落下,接下来的几年她在北京,上海,山东甚至加拿大都开过画展, 每次都备受追捧,但对于有人夸她的画作已经达到专业,水瓶泥瓶一直保持这谦逊她说, 那是朋友们过分的采爱,自己与专业画家还差得远,但她会努力学习在画画这条路上, 一直走下去外界,也曾承传她要进军画坛,她回应写作,和画画都是为了快乐享受过程就够了, 我书里还写的别人说我是华丽转身我妈,清澄的滑稽转身, 一平19岁进入影视圈,29岁掉入中央电视台,成为专业主持人, 32岁至45岁更是一举包揽了当时中央台的各个综艺节目, 每年还是阳市春晚的主力,她永远都是柔软温情的, 甚至还保持着许多孩子般的可爱,她说自己现在的拐杖就是, 对生命的感悟,她会主着拐杖坚持下去,无论主持, 演习,写作甚至是画画哪怕晚年,才开始但只要坚持, 用心一定能遇见不一样的自己。